优美的旋律 动听的吴农软语 让人如痴如醉 一首呼吁歌曲《上海瑶》 曾在江南地区广为传唱 随着短视频的日益兴起 这首歌的网络播放量已迫十亿次 许多人对这首歌的原唱 上海歌手林宝 可能只是指纹其名 未见其人 甚至不少人误以为 林宝是来自民国时期 近日中兴社记者就采访了 这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 《上海瑶》的原唱歌手林宝 这首歌也是前阵子 在抖音平台和一些音乐网站 包括一些自媒体的平台 有很多的朋友转发和评论 我们在看到觉得最搞笑的评论 就是说林宝还活着 林宝不是民国的人吗 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 和想法一定是认为这首歌 非常的经典 歌手林宝生于上海 享有海派歌机 斯陆百灵等美誉 新疆是他不折不扣的第二故乡 两三岁时 林宝举家随父亲远赴新疆 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小城 阿克苏成长 直到十岁才回到上海 也正是因为在新疆近十年的生活 给予了他丰富的艺术养料 以及对新疆的特殊情感 我的小时候是在阿克苏长大的 前几年我唱了一首哈萨克语的歌曲 《爱的宁谋》 引起了一些新疆的少数民族的朋友们的关注 包括是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 这首歌我当时演唱的时候 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感情 因为阿克苏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十岁前我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正是因为在新疆长大 和对这片土地的眷恋 离开阿克苏近三十年的林宝 每当畅想熟悉的旋律 都会热泪盈眶 想起小时候我们在那个天山 走过去多少公里就能看到天山 在天山脚下 在塔克拉玛干边缘 长大的那些小时候的记忆 然后就特别特别想念 就很想看看小时候看到的天空 还有那些胡羊 还有棉花田 还有水果园 还有好多好多的 歌手林宝坦言 在音乐方面的启蒙 还得得益于父亲的培养 六七岁时 小林宝已经能将户具 一个明星的遭遇 雷雨等女主角唱段 从头到尾两个小时左右的内容 全部数倍下来 而这也增强了她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 她就拿了那个卡式录音机 磁带正好后面多了一点 她就说 来 姐姐草 请我妈妈睡醒了 那个时候 我二年的声音 我爸爸把它录下来了 我爸爸逢人 就在新疆 除了人家跳新疆舞 我爸爸逢人 就唱 迢去 他就在旁边假装 他是二胡 他就会来开始 然后我就唱 从小就这样 我爸爸从小就这样培养我 所以在十岁的时候 我已经是逢人就演出了 采访中林宝欣喜的表示 最近他拍摄的上海摇 苏州和尚一座桥 大上海等一批互宇MV即将推出 此外 五月份的个人演唱会上 充满新疆风情的歌曲 也将是一大亮点 林宝说 自己会用歌声 来抒发互将两滴的情感